Pranarogis,我是阿裕菲陀一,是July 在今天影片中我想跟大家介绍 如何透过阿裕菲陀来达到秋季的养生 所以我们要怎么知道秋天来了呢 很简单,你看到你们家外面的花草树木开始 叶子开始变黄,变枯萎,开始凋落 你就知道,哦,秋天到了 又或者是你发现到每下一次雨 气温就开始骤降 而且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又或者是你感受到环境当中 好像最近风变大了 湿度变干了 日照时间变短了 这些都是预告着你 都是你大自然告诉你 秋天到了,你要开始做保养咯 所以我刚提到 在秋天我们在大自然中观察到现象是 叶子凋落,花朵枯萎 叶子凋落,花朵枯萎 在阿裕菲陀来说是 大自然的生命体水分减少 的一个现象 水分减少的同一词就是它变干了 而气温骤降的同一词就是 变冷了 风速变高的同时,它的同一词就是动态性增加了 同时带有这三种能量属性的就是我们的Vata能量 我们说Vata能量它是风元素跟空间元素的结合 所以如果你只叫Vata能量风能量的话 你会忽略掉它空间元素所带来的影响 比方说空洞性 比方说细微性 所以秋天我们说增加的是Vata能量 我们要着重的是它的干清冷以及动态性的能量属性 所以常在秋天我们会感受到刚入秋的时候一般人会觉得很舒服 因为觉得啊风轻气爽 OK你抱奋的人会觉得我的脑袋好像稍微变得比较清醒了 或者是我的身体终于又开始可以活动性了 OK这些都是因为Vata它的动态性 以及清跟干燥的属性所造成的 可是当我们进入秋天稍微过了两三个礼拜之后 你会慢慢的发现这些能量属性不断的在增加 所以你会看到你身体里面的干燥性增加了皮肤变干啦 头发变干 或者是你会发现你的心变得比较不容易定下来 大脑常常会开始想东想西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平衡秋天的时候增加的Vata能量呢 在阿玉沸陀的养生观点当中我们相信 同性相吸 异性相平衡 所以要平衡Vata的冷 干 清 以及动态性 你在你的饮食当中可以做的是 首先多吃一些温热的食材 多吃一些温热的料理 避免吃冷食 避免吃冰 而在食材方面 多吃一些可以让你的身体增加身体温度的一些食材 比方说葱姜蒜啊 又或者是我们之前提过的介绍过的孜然啊 甜回香啊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香料我们叫它阿味粉 这一些香料都带有热的属性 而且可以帮你平衡你的Vata能量 可以让Vata顺流 可以帮你消气 可以让你排便顺畅 此外在口味方面我们说 甜口味的 酸口味的 还有咸口味的 都很适合在秋天的时候来进食 同时包含了甜跟酸口味的食材 你知道是什么吗 很简单就是水果 吃秋天收成的水果 或者是吃秋天收成的根莖类的食物 比方说苹果啊 梨子啊 南瓜 以及地瓜这些食材 此外除了口味之外 我们说你烹调的方式 也能够决定这道料理对你的影响 所以在秋天我们会建议大家多吃一些 有粘稠性口感的料理 比方说我们华人菜色当中 最常见的勾芡啊 或者是浓汤 对浓汤跟勾芡料理里面的太白粉 要加多少 你必须要看你在用餐当下的消泡力的强弱 来决定 尽量建议大家避免过度的调味 怎么说 每一种味觉当你过度调味之后 它都会让身体要嘛过干 要嘛过热 所以虽然我们说热性食材 对于平衡vatar能量很有帮助 可是如果你做的太辣的话 它会造成vatar的失衡 又或者是你吃的太酸的话 或者太咸的话 这种极度性 极端性的表现 都会让vatar能量失衡 食方面 秋天你应该要避免的是 吃深冷的食物 喝冰凉的饮料 避免吃太干 太脆的这种头感的料理 还有就是尽量避免在秋天断食 阿玉废陀怎么看断食 阿玉废陀怎么样去看 当代的一些流行的断食法 我以后会拍影片跟大家做介绍 所以到目前为止 如果这支影片内容对你有帮助 请帮我按赞 让我知道我以后可以做更多 这样子主题的探讨 并且可以让YouTube将这支影片 分享给各多人知道 感谢你 现在知道了秋天饮食 要怎么来做养生之后 你的生活起居 可以做什么样子的改变 或是调整呢 在阿玉废陀我们说 vatar干的特性 我们可以很有效的用 自己帮自己做油压的这件事情 来做平衡 按摩油油的特性 可以帮我们很好的去平衡vatar能量 这是一个很直觉的一个反应 当你发现你的皮肤变干了 你自然会帮自己上油 或是上乳液 当你发现你的嘴唇变干了 你自然会帮你自己擦 你的护唇膏来做平衡 此外我们说 泡温泉洗 蒸汽浴都是很好的 在秋天做自我养生的一个方式 可是重点是 不要蒸太久 不要泡太久 否则的话你很容易脱水 增加了他vatar干的特性 接着我们说vatar冷的特性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怎么样做平衡 很简单的就是保暖 那么在秋天要平衡vatar 我们更会着重的是在耳朵 脖子 你的骨盆腔下背 以及脚 脚掌的这个保暖 所以如果你平常在这些区块 就比较容易受风寒的人 你要特别注意这些区块的保养 让自己不要着凉 因为vatar主要它是停留在 聚集在这些区块 你如果让这些区块受风寒 吹风受凉的话 它会让它局部的vatar增加更多 直接在局部造成失衡 最后我们说vatar的动态性 我们可以以增加静态的元素来做平衡 增加静态的元素不是代表说 你每天都要做直直的或是只能躺 很规矩的躺着不能乱动 不是这样子 我们说静态性 这边指的是有规律性 你的日常生活起居是有规律性的 再来就是随着呼吸而动 我刚刚有提过 vatar能量它是由风元素 以及空间元素所组成的 所以当你的呼吸顺畅的话 你体内的风元素就会是平衡的 因此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随时跟你的呼吸联动 就能够保证你在秋天 你的vatar能量比较不容易失衡 最后帮大家统整一下 在生活起居方面 阿育肺头的秋季保养 有什么样子的重点呢 第一个 避免熬夜 因为熬夜会让你的身体变干 第二个 避免频繁的旅行 因为频繁的旅行是一个动态性 会增加你的vatar能量 再来就是 避免过度的使用你的感官 以及身心的功能 所以适时的保护你的感官 适时的让你的感官休息 可以让你在秋天 过得比较舒服 所以以上这些是 阿育肺头的acharya们 对于秋天养生的饮食 跟生活起居上的一些建议 我希望对你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会一一回答 或者是在之后做 相关的影片做更详细的介绍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Namaste